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前主席 穆罕默依沙设计的沙拉月酒店案 今天迎来大反转 上诉庭今天推翻高庭三年前的裁决 撤销穆罕默依沙九项贪污罪名 那这也意味着原本被高庭判监六年 罚款1545万令吉的依沙 上诉得职无罪释放 根据高庭之前的控状 依沙在2014年7月21号到2015年12月11号期间 通过他的前政治特别官员 向格格森阿巴迪 就是地产私人有项公司董事 收取总额309万令吉的贿赂金 然而上诉庭法官瓦兹尔今天下判时指出 吉隆坡高庭法官纳兹兰之前的裁决存在失误 再加上没有确凿证据显示 依沙曾经命令他的前政政特别官员索取贿赂 那同时 瓦兹尔表示控方在庭审过程中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指控 这是不被允许的 因此上诉庭认为依沙的上诉有理据 并撤销高庭罪名成立的裁决 无论如何控方今天到今天为止 依然有14天的时间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 随着上诉庭推翻高庭裁决判无罪释放 联邦土地发展局前主席莫哈默依沙 今天在布出法院时笑容满面 看来对结果非常满意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他为这次的司法胜利感到高兴 因为他和他的家人终于可以摆脱 这一宗纠缠六年的官司 开始新的生活 而当被问到未来会不会重返政坛时 曾经担任森州大臣的莫哈默依沙表示 一切还要看情况 但如果真的有必要 他也不排除会再次投入政治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